一趴中美建交的推手 美国的前国务卿 季星级最底的一篇文章分析 说世界的秩序 因为这场疫情会全然的改变 美国再也无法去单独面对 像这样的大流行疾病 呼吁国际之间必须要合作 否则的话会面临 非常严重的后果 他呼吁的就是 强权有没有机会 能够放下大权之争呢 这个我等下期待的大事 不过看来马克宏 是这个时间点先跳出来 站到一个高度 他现在邀请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一块要共商全球修兵 来共同对抗疫情 大使跟你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全球互相甩锅 互相指责 互相卸责 甚至也互相自己拉帮结派 所以面对一个 比较理想化的全球修兵 你怎么看在疫情过后 国际之间的外交上面 连横纵横之间出现最关键的变化 现在谈这个还稍微早 因为最大的变数是川普 川普现在考虑都是他 11月3号那个选举的结果 所以这个世界局势会跟着他选情 在走 所以现在很难 因为大家都 其实刚刚讲到纪辛吉那篇文章 我是看了几遍 我觉得他就是在归劝川普 他是很语重心长的归劝川普 所以班农就是川普的头号主 大骂他 在大骂 而且在他的这个自己的社群 那种骂的方式非常不文明 我看了觉得怎么一个 受过高等教育 他那个整个骂人的方式 骂纪辛吉 是这样子的这个不堪 可是这篇文章说实在 纪辛吉讲了三点要川普做的 第一个就是你要搞好国际合作 大家把这个疫情 把它好好的处理好 把这个疫情给它结束 第二个从大家一起来合作 把这个疫情过后的经济的残局 经济的负面效果 要好好的来处理 第三个要好好维持好国际秩序 不要在内政上外交上轻举妄动 这三点讲这都很到位 基本上就是讲给川普听的 可是我想请问川普哪一点做了 三点通通没有做 所以基本上现在很多学者 都写了文章 像美国的很有名一个学者 叫Francis Fukuyama 福山 他就说这次疫情 在考验两件事情 一件事就是政府处理疫情的能力 第二个在考验政府 人民对政府信任的多寡 他说从这两个标准来看的话 中国都已经远胜美国 所以美国自己学者这样讲 川普继续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像这个国际领袖也在担心 像这个法国马克宏 因为法国的这个外交政治是代高乐主义 代高乐主义是什么 就是法国永远要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上 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这是他维持法国在国际上的一个传统地位的 最重要的锦囊妙计 所以这个时候马克宏一定站出来 他这个全球修兵的话 是比较符合大家的 现在的整个社会国际 目前好像俄罗斯行还没有同意 大家还在协商中 不过已经代表了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国际环境的一个担忧 不过最里面最大我觉得一个问题 还是川普本身蛮跳通的 他不但在国际事务上 你看内政上 他居然去鼓吹他自己的州的支持者 去跟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州长去对抗 而且用liberate解放 这样子的事情 我真的看到这个行为以后 我是说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用错字 结果他就是用这个字 你看川普很多做法 包括你刚刚讲的解放的用词之外 他现在对于美国这个页岩油 他也推出就是国家先帮他买这些东西 买的储存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吗 这个就是先帮你买 然后你说 不是啦 买自己金主的 买自己金主的 他给 3.9亿桶耶 自己金主 3.9亿桶是四年的量 是啊 不过他很多的做法不是完全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做法 美国一向指控别人国家干涉经济 现在美国是明明白白的国家 他买业油基本上就是 就是他之前批评像中国大陆管是用国家的补贴去补贴他们的企业 美国现在自己买他们的业油 然后先买下来说我当作战备储油 其实这个 这不就是一样吗 这个资标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因为他的储备已经满了 苦苦而为当时的中美贸易大战 中方的最大的罪名之一就是刚才 国际补贴啊 那你现在美国政府去补贴他们的油商不就是吗 这不就是严重双标 IFT提醒大家 这个两年之内的GDP全球会损失9兆美元 回应刚刚大使讲的 包括了晋晋剑的文章 故意在经济的餐具如何做收拾 请大家欠解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这一两年基本上不管是明粹 或者是川普的单边主义 加上这次的疫情看到 因为锁国的关系 造成很多的运输线是中断的 你认为在疫情过后 国际间会因为疫情带来的启发 走向更加的单边吗 我就特别希望大家看完了2012 或者是明天过后这些灾难片 就有一点启发 因为这次虽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的灾难 可是这个生物带来的灾难 让全世界的国家 一定必须要外交军事修兵 才能够休养生息 让地球上面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可是我们历史上也看过 这种情况会有两个两极化 一个是掠夺的更多 另外一个是互助的更多 人类的未来就是要看掠夺的和互助的 这两个力量的拉扯 不过简单的从经济看来的话 我觉得过去在美国的霸权主义之上 它的金融跟经济是脱钩的 美国的工业其实是完全已经 只有占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可是它金融是非常大 在全世界也输出它的通膨 继续去决斗它的力量 金融跟经济脱钩的状况 我认为它在短期会稍微有一点缓解 就是说不同的地方 要重新去建立它的基本的 经济的基本实力 然后再去在上面再去堆叠经济 而不会像是过去金融是一个 完全一个巨大的泡沫 完全不受节制 这个短期的现象 应该可以让我们有重建 地区型的新秩序的机会 地区型的新秩序 也就是说地区的区域中心会兴起 区域的网路会重新建立 那么在这个新的疫情之后 重建也会是一区一区分区的重建 这包括的概念是 经济跟政治面都有 都要区域性的重建 刚刚欺姐提到的就是 回归到变成简单的二分 对于人性的信任或不信任 简单来过远 因为这个两派的学者都有说法 乐观派 悲观派 悲观派的认为就是 人类已经无法回到 这个21世纪初那种全球化 走向世界春的那一个过去 因为这次的疫情的教训 还有目前看到的状况 因为在争夺 因为在疫情之下蔓延 情况之下争夺 所有的医疗的资源 反映出人性的一个恐惧也好 或者是先自保也好 所以没有办法回到 当时的那么的全球化 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终点 乐观派的就认为 我们也看到很多 这一次在疫情当中 你看德国把意大利的病患 运输到德国去 依着基督的精神 到了德国去医治 然后这是一种大的爱 这只有16个啊 对 人数一开始的时候 急重症啊 那是他们的 如果你看到台湾人 就是短期之内 就是可以摸到上亿元 去 意大利神父 不是意大利神父 所以乐观和悲观都有 你怎么看在疫情过后 全球化在经济这个层面 我是比较悲观的啦 因为你看第一次 刚结束就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是1918到1920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凡尔赛条约 然后纳粹崛起 经济大恐慌 你记不记得 就基本上只要国际上有霸权啊 然后有不平等不公道 那那个霸权就想维持他的霸权 那不公道的现象还是存在 那你刚刚现实讲到说 有一些区域可能会有联防 我觉得只有亚洲有这个空间 除了他们都非常贵 有认为非常贵 因为意大利跟西班牙都要打死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这一次被解决 最严重的国家 比较不平等的 因为那个国家的能力 有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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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平等的